大家好,是神枪爽猛心 跑毒的时候,玩家不仅需要时刻关注敌人的动向,还得注意毒圈 如果说你身处天前,就得和死神赛跑了,烧不留神,会被敌人打死 所以嘞,玩家除了掌握高超的枪技以外,还得练就逃命的本领 哪怕身在天前圈,也不要害怕 跑圈不是一味的向里面冲刺 咱们还得切合实际地形,充分利用地形,走位等技巧,让敌人无从下手 如果玩家前往安全区的途中有大片防区 可以先停留一小段时间,仔细观察防区内是否存在敌人 并且策划一下前进路线 缩球时,立刻加速向前跑,冲出离自己最近的房子里 在房子里面不要停太长时间,一边换房子,一边向安全区靠近 这时不要从正门冲出 开门的动作过于明显,并且有交大的声音,很有可能会暴露自身 玩家需要翻窗储物,并且采取遁形的方式,跑到其他房子里 若是从天前圈,进入安全区需要穿过大面积平原 空旷的场地不适合直接奔跑前行 哪怕是随行走位,也很难抵挡住敌人的袭击 这时玩家就得准备好充足的投掷武器 利用这些投掷武器制造合适的逃跑环境 大家可以扔雷吸引敌人的注意 随后快速向平原中心,扔烟雾的,制造大片烟雾 借助烟雾的掩护,向安全区靠近 利用上面的技巧,可以在大多数时候保障大家的安全 在逃亡安全区的过程中,要是你不小心被打了可千万别慌 不要停顿,可以稍微改变一下位移,继续前行 哪怕血量降至很低,你也得一鼓作气冲进去 然后躲藏至掩体后方,补充血量 总的来说就是,宁愿被打死,也不要被毒死 被毒死简直就是玩家的耻辱嘛 好啦,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